不經不覺 胡幸兒的寶貝仔Brandon 已經八個月大了 見他整天眼睛滾滾 可愛指數爆燈 身邊不少uncle auntie都搶著疼他 不知道幸兒有沒有打算追多個BB呢 想的 都想的 身體都能恢復七七八八 希望完成手上的工作 會否今年內都想 希望吧 希望 這個都是要看看天意 有沒有說哪一個會比較中他多點呢 偏向 我們家就說我是最中他 但我不覺得 其實 怎麼說呢 他都說我是最軟 其實我覺得 因為他是BB 你這麼兇對他 他都不認識 等他長大一點 我就會出現我父母的形象 幸兒雖然專心相夫教子 但都沒有忽略到工作 最近他首次火拍張繼聰合拍網劇 還對這位拍檔讚好不絕 合作得都很開心 因為我是第一次跟阿聰拍攝 我覺得他真的很欣賞他的 有些不夠猴 因為我們兩集而已 是 那他就很賤的 怎麼賤 不 戲裡面他很賤 黑女仔 我就比較斯文一點 所以我就覺得我演得不夠過人 那天會不會你也想有時做一些比較壞的角色呢 都可以的 粗魯一點 因為你網劇就尺度可以大一點 有時候要爆粗的嗎 如果到時角色要這樣你也不介意吧 不介意 最重要是不要讓我兒子看到 對呀 但以後可能真的有機會 太過的看就OK 小時候就不要了 滿意這次合作的又怎只得幸兒 劇中二夫妻檔上陣的鄧建宏和石穎妮 這次預工作於拍拖盡情放閃 不過就有一幕驚險場面嚇倒他們了 一場戲在吃飯的時候 王主要說一些很難聽的說話 角色裡面就要拍拖然後走進房間 入到房間之後 我打算入房間拍到門 就坐在床上發一陣氣 然後導演叫Cut Lo才出來的 幸好我這樣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進去一拍到門的同時 我沒有站在門後面 玻璃就爛了 因為我太大力了 Brown child 我自然感覺到玻璃在我背部 很暴力 差一點 我們在外面 其實我跟Jessica 和黃忠耀都在 真的怕 這個很真實的感覺 而Supergirls Jessica 蔡明斯都不輸蝕 因為她可以和黃忠耀上演新熱戲 Jessica還說要面對 這個非民多多的男神都沒有怕 Grad其實都多跟女對手有些非民 你會不會怕呢 一點都沒有怕 連想都沒有想過 為什麼呢 不知道啊 可能我是 我是不是比較絕緣呢 因為可能這麼多年來 我都好像… 是啊 我從來都沒有傳任何… 完全沒有傳任何東西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擔心這件事 Jessica還說 接下來想試多些不同的角色 還說即使要扮手 都不介意 認真豁出去啊